首先我們要先就是戴上這個手套的套子 戴套子是很重要的 超過助理喔 來給他助理 你幫我拿兩個 因為我們要戴上這個手套 因為可能那些染料可能會沾到自己的手這樣子 對 好的我們手套要戴好 嘎嘎你也要戴喔 然後手套戴好之後呢 就是手套戴好 他戴好很像一樓一樣的 準備要做手術 接下來我們要戴這個 每一隻都準備好了 那我先在這個地方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這個瓶等一下換掉 好 那我們請我們的老師抱 OK 我們等一下放一下墨水 等一下我們稍微要塗一下這個凡士林 凡士林 塗一點點 然後塗在這個 這個我們人工屏上面 練習屏上面 這個是練習的 人工練習屏 人工屏 好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這個刺青的部分 各位同學我們要仔細看一下 因為這個其實也是一個體驗 就是上面我們在用的時候他會震動 那震動的時候也表示說他的針 是一直前進後退前進後退的 也就是一直刺一直刺的感覺 那接下來我們在我們前方 就會看到一個墨水 你們等一下可以上來的時候 稍微感受一下就是刺進去的感覺 不要整個刺進去 一開始的時候男生都比較急 都會直接想要直接進去 其實要慢慢來 不是我是說刺青的時候 要慢慢來就是我們 然後稍微有一半在裡面就好了 我是你說什麼 好那接下來我們是沾墨水 沾墨水 前方我們右邊有一個黑色的墨水 稍微沾一點點 OK 沾一點點 那上面已經有顏料了 進行刺進的部分 那我先試一個 這個我們文山藝術的文字好了 文 好爽喔 其實我覺得當文山師這件事情 不用吃太多 不用吃太大力 對就是文山的師父是真的好辛苦 因為你要這樣子一直在刻畫 一直在刻畫 尤其是要刻在一條龍上去 大家可以圍過來喔 對 對我都差得半 對 很少會一直進去的 我是亞洲Size 比較小的 好的 好的 OK 欸 老師 這個怎麼怎麼 這個 OK 我放了就行了 好 那結束之後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 顏料擦掉 擦掉 擦掉還是有點黑黑的 我們就再拿這個盤式銀刀 稍微塗一下 對 好 那我的文山藝術的 我剛試的這個文山藝術結的 有人就在這個上面 這樣 可以嗎 可以嗎 這樣子 其實蠻簡單的 對 好的 那我們有請 欸 那這邊換一個皮 對 換一個 那個 那個 我這個皮可以包起來 然後換另外一個皮 這樣 好 來 好 那我們請我們的藝人朋友 我們往前 這個代表朋友往前 然後記得戴手套 戴手套的朋友 我們往前 然後我們往前 就是到這個 老師 到前面中間一點